水宝局花莲分局第二届农青河音乐城的活动 8月1号、2号两天将会在有玉里天堂路美景的花莲193县道 如麻社区路段来丰路举办农村市集水田演唱会 邀请大人来躺马路,小孩可以画马路 一起听音乐水田寻宝,徜徉在田园的美景当中 农青河音乐城活动8月1号、2号两天 将在花莲193县道指标96.5到97.2公里的马路社区举办 今年的主题叫做古道游乐场 除了去年的活动项目,今年再增加新的创意 有更多的精彩农村体验 我们有像以往去年一样的一个风路嘉年华 小孩子画马路,大人躺马路 还有我们有一块的水田 让大家能够回味一下 我们在泥土里面,我们去采在这个泥土的感受 除了感受以外 我们还有让大家可以去行保 水中行保 怎么行保 那就留着我们8月1号、2号让大家去了解 另外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市集 还有我们南区的特色的农业的市集做一个呈现 那我们今年多了去年所没有的重骨跳舞王 我们希望是说大家来尝试一下 你的肩膀可以扛多少的重量的稻骨 还有小朋友他们怎么用我们的本机来挑东西 这个都是一个尝试 那另外我们有做一个稻香城堡 我们把稻草捆起来做个小城堡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稻草上去翻跟斗 然后今年我们的这个意象 我们在南北的路口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超卜堆 或许比较年轻的朋友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超卜 所以我们今年就很用心的去找这个稻草 把它做一个超卜堆 做成我们的意象 两天的农青和音乐城压轴的水田音乐会 将邀请到歌手陈生、魏如轩 还有桑梅娟及在地的原住民歌手 和民众一起嗨翻天 而这两天下午2点开始 就有花莲南区三个乡镇 农特产品还有美食展售 活动期间 玉里车站也安排接驳车 能够接受游客往返现场 参加的民众只要戴上斗笠 或者是身穿花衬衫 或者是戴上农芒的袖套 就可以获得优习服限量毛巾一条 活动详情可以上农青河官网来查询 介统会幻视报道